What's up guys 欢迎收看RitchinTV so 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很喜欢喜欢的一个偶像 在我心中 当年的时候我很喜欢一个偶像 那个名字那个人就叫华明治 so 今天你看到那个catch的时候 你知道我今天我要做的什么 so今天我要做什么 就是 我要拿出代言我很喜欢的一个明星 他叫做华明治 就是我买了他很多 他属于他的专辑呢 还有他的衣服 还有他的 什么书啊电影啊歌曲啊这些东西 所以今天我就是要 给你们看当然我收集他的东西 so let's go before我start 就是要先穿上他的衣服 就是这一件衣服 这一件万劳 万劳热热的衣服 这一件衣服是他 那部 那希勒马2.0的衣服 yeah 首先要穿上他 哇 很紧哦很久没有穿这件衣服 so 第一件东西 就是他的衣服 我还有他的签笔签名的衣服 就是这一件 就是这一件 也是 也是 万劳热热的衣服 就要拿希勒马2.0的衣服 那时候他有来古镜 所以我是古镜人 所以他那时候有来古镜 所以我特地去那时候 当场买了这一件 还有一件在衣柜里面 还有这一件是特地买来 所以我给他签名用 你看 花名字签名 yeah 那是我是第一次看到他 那是第一次看到他 那时候他还是肥肥的 所以第二个就是 他就是他这本书的 那希勒马2.0的书 所以这本书里面呢 也是有他的签名 那 签名 那里面都是关于到 那整部戏里面的那些 拍摄过程啊 有时候在里面啊 哇那时候他拍这部戏 时候发生很多事情 有被ban啊 什么事情啊 很多很多 来到到最后也是 搞到好像很大 变成很多人去看 他讲他有讲过他这部戏 他也是没有赚到多少钱 所以 那时候买到这本书 真的是很开心 因为 从来没有想到 他名字一出一部戏 也从来没有想到 他会 到这样子 所以说 这本书对我来说很 很有那个纪念价值 所以第三个就是 就是 他拿新了吗 的专辑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那个电影原生带 电影原生带专辑 这个里面有很多首歌 大概有三十 里面有三十八首歌 有几首歌 都是那种像 音乐啊 这样子 像 那些 像 比较像他们是歌 戏那样的歌 像那个 咖喱类啊 煎蛋的我 拉萨萨2.0 那时候拉萨萨2.0 这么多 那么出名啊 咖喱类 哇那个真的是很好笑 那时候 哇 我记得有一个部分是这样 他 改个讲 你们去找这部戏 在那个印度的时候 哇那部 他别很好笑 那边是真 真是我笑得好 笑得很bang 就是了 哇 看 第四个 就是 他的专辑 那时候也是当场买 那时候 整个 古镜也是找不到 这个专辑 所以 现在就是这个专辑 就是这个专辑 就是这个专辑 哇 厚厚业专辑 哇 这个真的是好啊 这个 那时候 很难找在古镜 那时候 准准他来 来古镜的时候 他 有卖这个 当场直接买 哇 真的我那时候 花了很多钱在他身上 哇 诶 放倒反 诶 诶 它里面是这样咯 还有他的歌名啊 什么这样 这个也是来帮他去派我签名到 是在哪里的 它里面 有CD 哇 哇 我那个拿西勒马尔 那个戏票我还存着 拿西勒马尔戏票还存着 嗯 几月出了 嗯 哇 这部戏是在 9月8号出啊 2011年啊 哇 已经割了6年的戏了 他已经很久没有出戏了 有出那个 这部戏还有很 一部戏叫 Hando Gangster 还有一个叫 那个什么 卡拉OK 那个 哇 冠金歌王啊 那个戏叫冠金歌王 哇 第一部他的戏我把那个Dicket留起来 这个是他的那个 什么咯 这样的歌词单 这样子 哇 这个这本 它是签笔签名 哇 包名字的签笔签名 但是后来还是飞飞的 你看 里面都是歌词咯 这些东西咯 你看 歌词啊这些 这本我这个这一片我买到很值得 因为 古今的找不到 公主那时候他来的时候 也是没有什么人去看他 所以我 那时候买到这片CD 就是很开心 很值得啊 第五个就是 他的Hando Gangster的东西 就是Hando Gangster的戏 就是他的一个Poster Hando Gangster的Poster 这也是有他的签名 他签名在这边 在他的头那边 那时候发财宝也是有来 发财宝 原来发财宝 诶很多啊 我也不知道忘记咯 那时候 这些明星啊 刚刚一起拍戏啊 到时候有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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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他还是飞飞的 Hando Gangster 这个我收起来 用折到收起来 我还有一张 一张已经免掉了 所以把它丢掉了 诶 哇 回忆啊 真是回忆 第六个就是 Hando Gangster的衣服 就是这一个 就是这一个啦 Hando Gangster的衣服 哇 你看 这个应该是还有好的 清笔签名啊 你看这一件 Hando Gangster 哇这件是发财宝签名而已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会给发财宝签名 不错哦 这件 哇 这个 这件我现在只有一件而已 真是漂亮 第六个 就是 这一片 我觉得这一片是不是很 如果真的很懂华明志的人 应该懂这一片是什么 这一片就是 我要回家 华明志 那时候 他在台湾读书的时候 因为 为了 他这个是像一个 Vlog 像那种 纪录片这样子 纪录他从 台湾 走入 搭车啊 没有坐飞机这样 来到 马来西亚 回自己的国家 因为 那时候 发生很多事情 就是那个 Negra Koko的事件 所以 发现 华明志就是 很爱一个国家一个人 其实很多人觉得 他 背叛国家什么 其实他真是一个 很爱国家一个人 所以 这个就是他的那个 爱国家 那个 我要回家的那个 我要回家的那个 纪录片 我这个他也是有签名 这片CD我买到的时候 我真是不会有点 吓到 那时候 我是去那个 普通的那个 CD店 这样走走的 走走走走 等一下看来 诶 这片 黄明志的CD哦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钱包只有 不到多少钱 这片CD那时候 只有一笔钱 我没有钱这样多 直接去买这一片CD 直接买 再来 钱包直接空空了 因为这片CD 我很喜欢 你看到 真的找不到哦 那时候 整个CD店 只有一片这个而已 这部戏真的很好看 如果你们要看 你们 应该 上网找得到 还是找不到 我也不知道 这片真的是 他这个整个故事很好看 很有意思 看 我要回家 所以 这就是我全部的收集了 所以 谢谢 谢谢大家的收看 所以现在跟黄明志讲一次 HAPPY 5th Anniversary TOPCOG TOPCOG 已经开了5年 所以很开心 因为 看他 TOPCOG 真是很开心到我 很多时候 有时候很不开心 然后去看他 TOPCOG 有时真是会笑得很开心 所以恭喜黄明志 但是 不到今天这样成功 我还是一样支持你 所以 你有些 我没有买到 有些东西 没有买到 有些专家也是没有买到 像有一些是 那个什么 亚洲通车啊 这些 因为你都是在台湾 这些 像那个 冠军歌王 那时候我 你也信我来古镜 可是我没有去到 因为我那时候 真的是不能够去 因为 工作的关系 所以不能够去 还有那个 冠军歌王 这些 这些东西都是买不到 很可惜 还有 你信了 你两个也开了 还没有去买 也是没有什么钱 因为行情不好 什么是 什么是 那样子想 所以 恭喜黄明志 五周年快乐 多谢 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所以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点赞我的YouTube频道 点赞我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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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我的视频 点赞我的视频 点赞我的视频 点赞在这边 去按啊 按啊 按啊 点赞我的视频 这个视频 每天呢 每星期会发布一个影片 所以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所以 Let's get